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没有盼来《楚桥传2》,却等到赵丽颖0更新2大,粉丝都炸开锅啦 影视剧的续集,常常是让人从期待都无盼头 庆余年2宣传了一次又一次,至今都还没有给观众安排上 《坠续2》过了热度后也是杳无声息 最过分的,大概就是赵丽颖跟林更新主演的《楚桥传2》了 宇文月都在水里泡了多少年了,剧组都还舍不得将他捞起来透透气 当年的《楚桥传》,因为赵丽颖跟林更新的主演,也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但因为拍摄的关系,该剧的剧情也进行到了一半 《楚桥》跟宇文月两人被燕群追杀,掉进了湖里,为第二部设置了悬念,埋下了伏笔 导演说会有第二季,观众信了,结果等了五年,还是没有把《楚桥传2》给判来 如今出演这部剧的演员,一个个都相继走红 李沁,窦,王燕霖等人,都已经是咔味不低的当红演员,在聚集一起演戏,可能性也是越来越低 等了五年,盼了五年,真爱粉也都已经不敢奢望该剧真的会被安排上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没有叛到《楚桥传2》的我们,居然等到了赵丽颖跟林更新的二搭 当年因为《楚桥传》一度被说有CP感的两人,合作完之后也逐渐避嫌 赵丽颖结婚后,他们的互动也几乎归于零 本来还以为赵丽颖不会再跟林更新合作了,与凤行的官宣,却让粉丝们炸开了锅 是的,没错,赵丽颖跟林更新二搭了与凤行网传阵容也已经成真了 与凤行主要讲述的是魔剑女将军沈黎,为了逃婚坠入了人间 因为受伤被打回凤凰原形,却被当作一只肥鸡 之后遇到了男主,两人的命运从此就牵连在一起的故事 该剧根据小说IP改编,还没官宣之前就已经备受全网的关注 没想到,这女主还真就落在了赵丽颖的头上 有人说古偶还需赵丽颖,别看现在的赵丽颖已经不年轻 而且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但人家在古装剧方面的表现,确实也是毋庸置疑 纵观当代古装剧,还真的没有多少演员,能够让观众无槽点 反而是赵丽颖,凭借古装剧走红,又因为古装剧,成为观众心中的国民女神 与凤行的沈黎由他来出演,也确实挺合适的 5月24日与凤行终于开了官方账号,并且还晒出了一张概念海报 官宣了主演阵容,赵丽颖跟林更新的名字,就在官宣的消息中 也就是说与凤行的主演,跟网传的一模一样,赵丽颖跟林更新,真的二搭了 随着官博消息的官宣,赵丽颖跟林更新,也分别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动态 赵丽颖配文,贤猪而生,必仓王沈黎在子 林更新配文,无乃天外天,指水格,行指神君 时隔5年,赵丽颖跟林更新再一次合作,也终于有了互动 林更新还评论赵丽颖说,双Q,小赵 赵丽颖则是回复对方,你怎么还在四川,大新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演员阵容,自然也是让人充满期待 这5年来,没有盼来《楚桥传2》,但是却等来了林更新跟赵丽颖两人二搭的消息 而且还是一部新的仙侠作品 讲真,还真的是有些许期待 当年因为《楚桥传2》而喜欢上了星月夫妇的观众,得知两人二搭的消息开心不已 他们各自的粉丝,自然也是炸开锅了 特别是林更新的粉丝,直接让评论区给沦陷了 路人看到都忍不住笑出珠叫声 不少粉丝得知林更新接了《与凤行》这部剧,都喊话他要搞好自己的状态,让那些说他的人打脸 粉丝要求不多,除了让林更新减肥之外,就是台词一定要自证腔圆,不要带着口音,实在不行就花钱配音 不得不说,无条件维护自己偶像的粉丝见过很多,无脑夸的也不少 带头让自己的偶像要减肥,要保持好状态,要说好台词,不要丢人的粉丝,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不知道林更新看到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一群大冤种粉丝呢? 不过话说回来,粉丝对偶像有高要求也是好事,这样林更新才会有进步 他的颜值不差,古装打扮也很帅气,只要不胖,一般都不会翻车 这些年来,林更新不仅仅是一次被吐槽,现在跟赵丽颖二搭,而且还是古偶剧,粉丝自然也不敢怠慢,不怪大家会炸开锅,比偶像还积极了 好了,文章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你觉得赵丽颖跟林更新二搭如何?到时候你会去追吗?欢迎留言评论告诉大家哦